大家好我是酸 所以歡迎大家回到死亡國度怪獸 那 今年是第二登年然後現在是營地階段 那我們就來照這個營地階段的跑一遍 所以倖存者生還我們只有兩個人回來 只有兩個人回來 然後我們獲得奮鬥點 那獲得奮鬥點這裡我們其實拿到六點奮鬥點 因為回來的人給了兩點 這兩點然後死掉的人因為這個墳地的效果 所以在狩獵或決斷階段死亡的話都會獲得兩個奮鬥點 所以這邊我們就拿到了六點奮鬥點 所以其實蠻多的 奮鬥點大部分的時候只有在發展會用 我們先放到這邊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營地事件 所以我們就來抽一張營地事件 OK 語言不詳 營地將生還的倖存者們叫出來他們共同演唱 未知語言的歌曲 每個營地中的倖存者開始用自己難以理解的語音說話 直至營地中充滿一種永無止境的胡言亂語 指定一個倖存者 所以這倖存者我不一定要指定回來的這兩個 我也可以指定另外的其他人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發展什麼事 一到三爭論不休 就直接少三個奮鬥點 然後四到七 瘋狂之風在一些人間瘋傳 但不是所有人 被指定的倖存者 獲得胡言亂語損傷 每當你出發 出發的倖存者或加一瘋狂 不能使用激勵 加二認知喔 其實 語言之父 胡言亂語損傷 胡言亂語損傷 我應該是在這裡 沒有錯 這個東西 這個遊戲 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 過渡胡耀 是這個嗎 銀仙抱怨詛咒間 是碎與鎮嗎 我這邊其實還有 應該不是這個吧 看一下 基劍斷裂 所以這邊這遊戲有非常多莫名其妙的 狀況 那 很明顯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的 胡言亂語 所以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碎與鎮呢 這個 這邊有一個碎與鎮 我們不一定會用到 其實不應該先看 反正總而言之 那個其實沒有到 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可以選一個想要獲得 兩點認知的人 我其實會想要讓 讓他直接衝白色秘密嗎 或是讓 讓他衝兩點認知好了 我們就讓東京殭屍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來直骰 7 獲得胡言亂語損傷 然後觸發時觸發性準則會獲得加一瘋狂 可是我不能使用激勵 等一下打怪不能使用激勵 所以 我們這邊就直接把胡言亂語給他 其實有一些沒有到那麼糟啦 有些比較好的 有些比較好的負面效果 這個就直接給他 直接給他 其實他應該要拿那個肌肉撕裂的在下面 這樣我們就知道他 不能用戰鬥機是因為 因為 極油撕裂的關係 基本上這個就結算完了 我們其實還可以花 一個奮鬥點 然後跟兩個資源做這個深深傾聽的效果 這可以讓出發的幸存者獲得加一移動標示 可是 我們現在資源其實還蠻緊的 所以我沒有想花兩點資源做這件事情 OK 其實這有持續效果就是 他會阻礙科學 用科學的奮鬥啊 用教育的奮鬥這些 不過我們目前也沒有這些東西 雖然我們等一下有可能研發出來 就有一些發明其實下面會有 就是可以用奮鬥點做事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我們更新使用技術 那這邊我其實已經更新好了 我們又死了兩個人 所以我們只剩下9個人口 然後 然後我們該拿奮鬥點也都拿了 我們還是有6點奮鬥點 剛剛最慘應該是會掉奮鬥點 1-3-3奮鬥點還蠻糟的 那接下來就更新時間線 所以一樣在這邊 我們就進入了第2年 然後直接觸發這個無盡的奸孝 無盡的奸孝在這個 Settlement Timeline Event Endless Screams 無盡的奸孝 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叫 OK 一聲 尖孝傳入 寂靜的營地 當噪音失去 一陣恐怖的 騎聲回響了起來 一陣恐怖的騎聲 一陣恐怖聲回響了起來 呵呵 呃 銀地已爆發騷亂 大家試圖尋找哀嚎的源頭 你現在可以狩獵奸孝羚羊 將這個獵物加入銀地紀錄表中 指定一個倖存者從混亂中站出來獲得 加一勇氣並成為理性之身 理性之身在這邊就要骰一個 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邊骰 呃 加一勇氣 呃 這個傢伙有多一個勇氣啦 所以我們就讓他獲得加一勇氣成為理性之身 然後我們這邊來做一個直骰 4 至少不是1跟2 好 那 幸存者獲得加一認知 這邊所謂的幸存者就是 所有人 然後加一 生還的幸存者就是 只有回來那兩個人 回來那兩個人獲得加一瘋狂 然後所有人獲得加一認知 對 幸存者意識到 噪音可能來自一個生活在黑暗中的奇特生物 經過一番努力 他設法使營地平靜了下來 所以大家獲得加一認知 OK 認知寶寶 他才是認知寶寶 呵呵 所以這全部人也都會獲得加一認知啦 然後 剛剛回來那兩個人會獲得 加一瘋狂 也就是我們的紅色的海賊女王 加一瘋狂 然後還有 我們的邊緣跑者 也獲得加一瘋狂 喔 傷害都沒了 他受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傷 加一瘋狂也沒有受傷了 回到營地之後這些 重傷就會全部都不見了 流血標誌也都會不見 就主要你可以看 就是這邊的東西都會全部歸零 然後這個板上的東西大部分都還會 這個板上就是記錄持續存在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 那我想要讓他們先累積的原因是因為這些粗荒其實都會觸發事件 所以觸發事件的話就會獲得一些能力就還蠻不錯的 好 那這樣子這個這件事情其實就結算完了 對沒有錯 那是別的事情大家不要想太多 所以目前我們也更新完時間線了 就到了我們這個大家最喜歡的發展的時刻啦 發展這邊我們先做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先來研發發明 這邊用奮鬥點骨頭器官還有鼻毛 再做個發明 發明 所以就是這邊這四個 我們可以拿來做一個發明 發明之神 請眷顧我 那因為我們有宴會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額外抽兩張發明卡 所以總共抽四張 OK 1 2 3 4 所以我們有心靈之燈 繪畫 古跟講故事 所以心靈之燈的好處是它會 讓倖存者獲得 生存點行動爆發所以可以快速的來 花生存點然後 直接來做攻擊會獲得一個閃電啦 那閃電就是你拿來做攻擊的東西 然後 繪畫是會獲得充施的生存點行動 那就是 可以讓你多 一個騎士的行動點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移動啦 可以讓你 在 快速的做站位的事情 這邊還有講故事喔 生存點上限加1 值一個第一時花三個資源會獲得加1認知 加2生存點按加2瘋狂 我們現在其實不少生存點 骨頭節拍 我們可以值一個第一時 那要稍微 記得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剛剛這邊有 這個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不能使用科學奮鬥也不能使用教育奮鬥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選這個 或是選 講故事這個是教育 然後這是 音樂 不能科學不能教育所以我們 不就不能使用這個不能馬上使用這個古老故事的東西 只能使用 所以我們這次大概不會選講故事這個效果 骨頭節拍 移除一個失調然後出發幸存者獲得加1生存點 獲得加1生存點 所以 這邊的生存點我們接下來 這123455個生存點我們 其實會蠻想要用占卜 這邊占卜有機會親密 那親密就有機會把小孩生出來 把小孩生出來就會觸發這邊的新生命的原則 觸發這個接原則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 我大概是選爆發啦 我感覺是選爆發 爆發還蠻不錯的 信仰 OK 我們現在其實應該蠻缺生存點的 剩下的就洗回去然後我們要把 新的心靈之燈的成果放進發明排隊 隨時就放回來 然後心靈之燈的成果應該是有兩個 然後我們要把這兩個東西給加進來 這是心靈之歌嗎 心靈之燈 心靈之燈 所以神坦跟 八痕紋身 所以就再把這兩個東西給加進來 OK OK 一生一次獲得加一勇氣並值 命中部位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遊戲有一些 酷酷的東西 那有些其實 的確比較差一點 有些可能比較好 所以有心靈之燈之後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爆發 那我之後會把他們勾起來 我們先想 剩下這五個 生存點要來做什麼 估計應該就是來這邊搞占卜啦 占卜 1到3的話我們可以獲得 加一人之 4到7可以會拿到一個生存點 然後8以上就會觸發親密這件事 親密有好有壞 親密其實有好有壞 那我這邊先把 我們的裝備先做一做 那我用 這個 我們主要做的裝是這個 白絲手甲白絲大衣跟貓金弓 貓金弓需要金跟骨頭 所以我用這兩個來做貓金弓 做貓金弓出來 這邊可以看到這是我們新開的白絲圖房 貓金弓在這邊 幾個金跟一個骨頭 這可以當任何東西所以 他我這次的把它當骨頭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蠻缺骨頭的 然後接下來我要做白絲大衣 跟 白絲手套 白絲手甲 白絲手甲需要骨頭 所以我們一樣再用一個來當骨頭 然後跟白絲軟毛 我們就再做一個白絲手甲出來 然後最重要我們要做白絲大衣 所以用白色軟毛配獅子尾巴 我們來做一個 這個 白絲大衣 白絲大衣 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有這三件裝備了 那這邊有個蠻關鍵的東西是 白絲大衣會提供你 一個額外的特性 就是你可以使用猛撲 也花費你的 騎士跟 你的閃電 然後在一條線上移動三格 然後移動三格的話你可以激活一件具有 激活一件近戰武器然後他會有加以力量 所以 他會打比較痛 然後這個白絲手甲就是會讓你的猛撲 會 你猛撲的時候你的攻擊會獲得加以精準 所以 就是還挺強的 這兩個算是 猛撲系列的核心卡 然後你如果白絲系列裝備都做出來了 這邊其實還有白絲的套裝效果 不過那等之後 真的做出來再說 所以我們就拿到這件裝備 那 我們再做一個冒進攻 讓我們 其中一個人就站在遠處 一直瘋狂 開射就好了 他就不用 冒險 然後他也不用拿那麼多裝備 好 所以 我們的 剩下的東西大概是長這樣 這邊這個閃閃發亮中毛其實是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因為你可以歸檔這個東西來把它換成 兩個皮毛基礎資源 所以等一下我們如果需要 這邊占卜會需要資源的話 我們可以 把這換成兩個基礎皮毛資源然後 來 消耗皮毛資源來 那個 給他們加認知 好 所以 我們現在人出發的時候 應該是不會拿到任何生存點對不對 我們這邊都只是加生存點上限而已 所以 這邊我其實要想辦法來 讓他們的生存點 變多 比較重要的人是 應該是 這幾個吧 下面的人 我們先讓 先讓他來做這個 占卜 你要占卜的時候你要選一個人來做占卜 不一定一定要是 生還的幸存者的樣子 那來做占卜所以我們就只一顆骰子 如果是1到3的話會 消耗一個資源一定要失去一個資源 如果你失去的話可以獲得加一認知 然後4到7他會拿到生存點8以上會親密 所以 我們消耗了半個 這叫什麼 皮毛 所以他獲得加一認知 他認知真的超高的 呵呵呵 好 那我們消耗了一個生存點 好 那我們再 上一次 3 所以我們又消耗一個生存點 可以不要這樣嗎 我只想要生小孩而已 這完全不見了 這完全消耗掉了 好 然後 還是他 幹不是吧 我們消耗把他消耗掉 他如果直接觸發這個秘密的話也直接挺憨的 呵呵呵 然後 一樣再把他拿掉 這樣還蠻 Side Side OK 7 他拿到一個生存點 這裡 現在有爆發了 所以 我估計會給他穿那個白絲裝然後讓他用鼓鼻獸一直空打 好 那 最後一次 最後我們還有兩個生存點喔 好 所以再拿到一個生存點 好 那他生存點滿了所以我大概會想要換另外一個人來做事 1234 然後一個做這個 好像是這樣沒錯吧 呵呵 我們其實也可以開 皮革工廠 可以用毛皮做一大堆好裝喔 突然有點後悔 不過我沒有開啊 所以 所以 那接下來就 換 應該不是換他因為他生存點已經滿了 所以應該是換他因為他認知起差異 邊緣跑者 東京殭屍不對 他獲得一個生存點 OK 那我們最後結尾就是長這樣 我大概應該要用那個皮毛來做這件事啦 不過 我們反而幹了這件事 OK 我們只剩下這件道具了 那接下來 我們也沒有生出小孩來有點可惜 不過有好有壞啦 那接下來就準備觸發倖存者 然後 繼續亂歸檔資源 結束營地階段 沒有生出新的人 這些人理論上都長得一模一樣 我們其實應該要讓 我們 有四女三兩男在營地裡面 所以我再讓一個女的出去 米卡莎聽起來非常強 魯夫一下就掛了 呵呵呵 呵呵呵 OK 好 米卡莎就決定是你了 神奇寶貝 那...我們這次還是要去打白獅了 這些...我們這邊還有一個貓金弓嗎? 貓金弓給誰去了?貓金弓在這 貓金弓就給你吧?貓金弓可能應該要給他 貓金弓應該給他 貓金弓有兩個基石,加油! 然後我們的主坦其實就是他 因為他有超多裝備 那...基本上就大概這樣 所以我們就進入狩獵階段 狩獵階段我們還是會打白獅? 好 OK 一樣是一等的白獅 其實前面這麼常打一等白獅是 蠻正常的事情,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 呵呵呵 所以這邊一樣我們需要輪流來做狩獵動作 那...我們現在只有三個發明嗎? 我們現在只有三個發明 當發明到達五個的時候其實會觸發這個事件 然後...第一個小孩的畜生也會觸發這個事件 所以我一直想要生孩子的原因就在這邊 呵呵呵 然後...我們就先... 我們有兩個人,也就是兩個這個倖存者 其實有這個探索的效果,所以進行調查直骰的時候 結果會加二 所以...先讓他們兩個來做這兩個直骰 來...被標記的領土 呃...白獅標記的這個區域 如果任意倖存者擁有三家的認知 他會意識到這片區域已經被鞍所覆蓋 如果他們還沒有發明過鞍,倖存者營地獲得這個發明 所以我們有人有三家的認知,所以我們還沒有發明過鞍 所以我們就馬上獲得這個發明 讚讚 呵呵呵 喔!這麼爽了嗎? 好! 呵呵呵 有點好耶 給鞍 所以我們就獲得了鞍 這是科學 鞍其實還蠻重要 可以做皮革 而且這還有觸發倖存者獲得加益生存點 所以其實挺好的 我們可以在這邊點這個 觸發倖存者獲得加益生存點 然後我們剛剛是不是有這個 就觸發倖存者獲得加益瘋狂值 然後不能使用激勵 所以這邊要稍微記得 大家都有加益瘋狂 很瘋很瘋 喔!他超瘋 他超瘋 好!這其實蠻容易忘的啦 就是 這真的超級容易忘 好! 好!我們獲得了鞍 然後我們要把鞍的成果洗進發明排隊裡面 我們這邊再把鞍成果找出來 底燈爐 然後還有 這個放血 這兩個 所以這次算是 這叫什麼 二階的科技術就會有兩個 三階好像就只有一個 OK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其實有非常多的 科技可以研發 好!然後這期還沒有結算完 還要再 塞一個隨機的狩獵事件並執行 所以這邊 我們可以看隨機的狩獵事件其實就長這樣 那我們就來這邊 來這邊塞 白色的是 十位數嗎? 白色的是十位數 所以這邊是五 然後 這個其實是 呃 是十 不過就是零 然後如果閃到兩個燈籠就是一百 所以這邊其實是五十 那我們就看這裡 五十 所以吊死鬼 一個巨大的 樹枝上懸吊一個 粗 粗糙的鐵籠子 當倖存者們靠近時 籠子裡面的男人大喊著 坑信倖存者們 釋放他 倖存者們可以直接離去 但因為 囚犯的哭泣 和懇求 身遭受一點大腦事件傷害 如果 幸存者選擇釋放 事件展示者 依下錶之骰 所以八以上的話 我們會獲得 一個加一人口 二到七 他非常感謝 然後一直跟在我們 直到我們修行 醒來之後我們會 每個人會 失去一個 隨機資源 如果有的話 我們並沒有任何資源 等一下 這個獅子尾巴 應該在這裡 所以我還有多一個毛皮 我們沒有任何資源 所以並沒有任何關係 打開籠子 裡面有一具骷髏 受到兩個大腦事件傷害 因為我們有這個 我們是讓他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有探索 所以會加二 所以基本上不會受到 一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直接閃就好了 所以是五 所以我們 失去一個隨機資源 並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沒事 好 這還算影響沒有太大 那接下來 我們就讓 讓他來做這件事 因為他一樣有那個 狩獵的特異功能 翻 所以獅子雕像 一個胡亂擺放的雕像 樹立在幸存者眼前 雕像上裝飾的金屬 飾品和人類的手指 並塞滿乾枯的 高桿草 幸存者們被這個獵物的雕像 弄得有點混亂了 幸存者們凝視著這裡佈置 試圖收集一些關於白師 那離奇又非人類的智慧線索 每個幸存者獲得 加一認知和加一瘋狂 OK 是認知大白脈 加一認知和加一瘋狂 他認知已經有點爆表了 加一認知和加一瘋狂 所以我們要馬上來結算這邊的認知的事情 他也獲得探索了 他獲得了白色秘密 當真 加一認知和加一瘋狂 好 所以我們來結算這邊發生的事情 我們來這裡結算好了 這是 Milestone 里程碑 insight 好 我們來思考 好 OK 所以剛剛三個的是這個 洞西 我們是在狩獵階段的時候 盾霧 所以這邊只骰 拿一顆骰子來 是6 所以他獲得了 加三生存點和加三瘋狂值 並沒有很好 好 OK 加三生存點跟加三瘋狂值 OK 好 然後 接下來比較特殊的事情來 就是這個白色秘密 這超快就白色秘密耶 有點扯 蛤 白色秘密 一個深埋在記憶中的夢 突然浮現出來 你感覺到 他燥熱的呼吸 沐浴著你的耳朵 絲絲而語 他早已帶著世界秘密 來到你的旁邊 而你 直播是忘記了而已 直到現在 好 那我們 這邊來 曬一個東西 我們沒有浪漫主義 也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都沒有 會觸發特殊事件 滿有可能是中間的 低機率是旁邊兩個 OK 應該是九耶 OK 老當 無形之發的故事 你寄寫一個長髮女人的故事 她的長髮是那麼的精細 以至於無法被看到 哈哈哈哈 殺小 她聲稱她可以感受到任何她頭髮觸及到的東西 在她 臨終之時 她將頭髮全部剪掉 並給每一位 為她看望 呃 每一位看望她的人 一股頭髮作為禮物 而剩下的則 呃 疏散 凌落 在風中浮動 期待 等待者 聽到這個故事 人將其抓住 獲得一下能力 地脈行者 你的裝備來中 沒有護甲或附屬 裝備的時候獲得 加三迴避 呵呵呵呵呵 OK 呃 好像沒有什麼小用 不過加三迴避 理論上還挺猛的 呵呵呵 呵呵呵 好 我現在有裝備 所以沒有觸發 那 這裡我們就在能力這邊 呃 這邊能 這邊有能力嗎 呃 這邊有能力 所以我們就直接找 呃 地脈行者出來 來 蓋世武雙 在下面 有超級多能力 呵呵呵 OK 地脈行者 他獲得了一個超下的能力 好 啊 這套全裸 OK 很酷 呵呵呵呵 他現在沒有 沒有 他現在有 護甲跟附屬品 所以他沒有 那麼高的回避 這都是護甲 好 呃 接下來 這9嗎 沒有錯 我們事情還沒做完 呃 接下來要再 骰一個隨機的狩獵事件 並執行 所以這邊是白色是十位數 所以這邊是六十七 唾液池 前方的地面布滿了如馬子般 充滿 呃 黏 黏液的 池子 池子快速敵 呃 快速 冒著氣泡嗎 並散發出消化了肉的 惡臭 幸存者們在池子 間 池子間移動 並抵抗一波 一波波的噁心 每個幸存者都要閃個第一石 結果如果比他現在生存點小的話 他繼續移動 如果點數比生存點大 他會 吐向附近的池子 然後遭受一點 呃 這是什麼 驅幹事件傷害 並獲得加一認知 看他要加多少認知 他看到池子貪然的分解嘔吐 如果他有加三認知 他找到一個 使用池子的方法 每個幸存者 可以在池子裡放一件裝備 歸檔該裝備 他丟失了 幸存者獲到 獲得製造那個裝備資源喔 OK 所以可以把那個裝備資源分解掉 獲得製造那個裝備資源 可以直接 WTF 我們是有人有加三認知的啦 那 我們都要骰一個低石 我們生存點其實還蠻糟糕的 所以 呃 或許沒有那麼的恐怖 7 所以他就繼續走沒事 然後 他生存點是3 9 所以他繼續走沒事 生存點是3 所以他繼續走沒事 他生存點是1 13 所以他繼續走也沒事 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人有事 哈哈哈哈 完全沒事 分解還蠻有趣啊 不過你可以看到 這其實都是為了 比較後面的事情 因為後面 你生存點也可以到很高 好 所以這邊也沒事 我們剛剛這個傢伙也 已經 變成狩獵寶寶了 所以換他來開這個隨機事件 直接閃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65 剛好同一頁喔 真感性 雕像 到達山頂的 山頂嗎 山頂的倖存者發現一個 坐在王座上的男人的雕像 如果 任意倖存者有 有9以上的認知 倖存者們總過無事發生 否則每個倖存者都要拿一隻 骰個第一石 然後最低 我們有一個人 這是剛好9 1 2 3 4 5 6 對 剛好9 所以沒事 OK 看一下如果會怎麼樣 有會有會 我們可以會骰 然後出一個掉對者 被吸引撫摸他 他就不見了 被保衛上的男人取代 無聲的大喊 那人 不解釋加入獸獵 掉對者死的缺蛋 他還是是一個有 一種隨機武器精通 兩個隨機失調 兩個狩獵經驗 並且裝備者 掉對者所裝備者 其實不錯喔 其實不錯 好啦 不過對 並沒有發生 因為 我們有一個 9認知的憨兒 好 所以沒事情發生 其實 這是蠻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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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 遭遇白石了 那 對 沒有錯喔 且看我們 下次 希望不要再死人了 好 那 這次的 第二登年的 營地跟狩獵 就 大概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 然後 也可以回去看 之前的 狩獵的狀況 或是 之前 決戰的狀況 或是之前 營地的狀況 或是之前的影片 呵呵呵 那我們就 之後再見啦 那我們就 掰 呵呵